孩子最需要跟最愛的就是擁抱 每個孩子最想跟爸爸媽媽擁抱 然後事實上爸爸媽媽也非常需要孩子的擁抱 那擁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所以我就想要那我們來做一本提琴寶寶寶寶 小時候每天都要跟我女兒抱抱 甚至她到蠻大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會抱抱 所以不管你年紀多大 那抱抱都是給人家最撫慰最甜蜜的一種回饋 它就會像這個風格一樣是粉紅色 然後非常舒服的情境 裡面嘟嘟鳥啊 還有咪咪貓還有飛飛龍 很快它就出現在你的腦海裡 然後他們就是畫青紙的一個抱 就是飛飛龍跟小飛飛龍抱抱 嘟嘟鳥跟小嘟嘟鳥抱抱 咪咪貓跟小咪咪爸爸 那光這樣的畫面就非常的溫暖 孩子看到這樣的擁抱的時候 他一定會忍不住想要跟爸爸媽媽擁抱 尤其是睡覺前會醒來的時候 可能都需要一個很大的擁抱 所以他可能會想說 可是地球寶寶沒人擁抱怎麼辦 然後他就會有同理心 想要幫這個地球寶寶也找到一個危機 這故事就一直發生下去 他沒有幫他抱太陽 他沒有幫他抱月亮 那誰來給他抱抱呢 那當然就是你身邊的寶寶 他就可以來給地球寶一個最溫暖的擁抱 希望可以做這樣的一套術事 讓孩子可以接觸到最美好的事情 所以早安 晚安 擁抱都是每天孩子跟父母互動的美好時光 甚至說當晚上親子接觸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帶孩子朗讀給他們聽 那每個孩子成長的那一段 與父母躺在床上共享最面前的時段 都是非常念人懷念的 有這麼多純淨無邪的這種片段 是人生中非常難能可過的時候 有一些讀者反映說他的孩子非常喜歡念這本書 然後有時候睡覺的時候還想要 抓了這本書 但是這個書畢竟是比較堅硬的 這本書企劃了一個非常棒的禮物 就是有一個地球寶寶的抱枕 一邊是他醒著 一邊是他睡著了 所以地球寶寶早安 地球寶寶晚安 地球寶寶抱一抱 摸起來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可愛 然後放在盒子裡面 希望每個孩子都有一個這樣的抱枕 可以陪他睡覺 陪他起床 還要跟他擁抱